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由得好像奇怪 原来这两只老鼠是他的一个部下买的 于是乎这名经理就把那位部下叫来 问他说 我们公司是搞建筑的 你怎么会去买两只小白鼠呢 部下回答说 经理啊 您有所不知啊 上个星期 我们公司去修的那间房子 要安装新的电线 我们要把电线 穿过一根 十米长 但是呢 直径却只有2.5厘米的管道 这个管道啊 它是砌在砖石里的 而且这管道转了四个弯 我们所有的建筑师里 谁也想不出什么方法 让电线穿过去 后来 我们干脆脑力激荡 集思广义 我们坐下来 不再钻扭脚尖 我们各自发挥想象力 来解决这个难题 最后我想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 我到一家商店 买来两只小白鼠 一公一母 然后 我把一根线 绑在小白鼠 其中一只公鼠的身上 我把它放在管子的一端 而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呢 则把那一只母的小白鼠 放在管子的另一端 而且逗那一只母老鼠 咫咫叫 当这一头的公鼠 听见那一头的母鼠的叫声 便沿着管子跑去救它 而公鼠沿着管子跑 身后那根线呢 也被拖着跑 我把电线 拴在他的身上 这小公鼠 就拉着线 帮我们安装好了 那间房子的新电线 我亲爱的朋友 不晓得您听完 这则故事之后 您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很多时候 我们面对难题 容易钻扭脚尖 但这则故事提醒我们 一个方法 那就是 有时钻扭脚尖 倒不如让想象力 优先 以上是今天的 绝妙启示录 我是张德仁 我们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